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现在我也就是开源社区 我还是主席 我还是这个业余时间 还是再做一做 因为神测搞OLAP 它基本上不用这个 OLAP那边呢 他们用影帕拉酷度之类的 HBase还是在OLTP上用的多一些 OLAP它也能做 但是你真的纯搞OLAP 一般不会在HBase上来加 反正就大概说 HBase反正每次讲会上都会来 这个就是说用的非常多 HBase后面也会有 它其实是一个15年 有15年生命周期的一个项目 最早一行代码是2007年写的 反正现在也有快2万个提交了 大概600多个contributor 统计出来的 97万行 这些我就不念了 反正总共来说 这个项目已经是有一定历史的了 到现在的话 肯定不如最活跃的那些项目 活跃了 但是还是 可能一次数还是不少 还是在不停地在更新的 然后呢 这就是说之前一直在说的 HBase就是一个开源的 阿帕西的项目 然后呢 没有什么owner 对 当然这有好处也有坏处 对吧 好处肯定就是没什么owner 你想贡献就来贡献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提 社区里面都会提 它不像有单一公司 控制那种项目的话 一般你单凡提的 跟它比出了 这不用想的 你肯定提不进去的 对 但这HBase是没有的 但是坏处的话 就是说你肯定追热点 速度 肯定比那些项目要差很多 对 其实HBase相对来说 它应该在应援生上面 是发力比较容易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 计算分离存储的结构 对 但是就是因为 没有一个专门的公司搞这个 所以它进度一直都比较慢 对 然后这就讲一下 HBase最近的一些release吧 对 我这次想讲的主要就是说 最近HBase要发那些release 里面有什么新做的功能吧 对 就当前那是2.5 对 目前的最新它2.5.5 应该马上要发2.5.6 对 大概HBase有一两个月发一个 对 每个release的案上 对 然后2.6的话正在计划 对 目前还差TLS上面有一些 bug要fix 那个搞完了应该就可以了 3.0 这是已经到了alpha4了 对 下一个beta1 然后beta2完了就能发正式版 对 我大概今天就讲这些 第一 就几块吧 一块tracing上面一些改动 然后TLS的支持 然后一些音乐生的支持 还有一些 其他最近做过的就不好归类的那些 对 第一个就是tracing的提升 对 反正在 就反正接触哈杜普比较早的 应该都知道 最早的时候是Htrace 对 这东西应该就Claudera开发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当时Hadoop系的都是用这些东西来做trace 对 所以当时的好处就是说在HBase里面 你打开这个tracing支持之后 它能一直到Hadoop 你比如HBase一个请求下来 HBase请求Dashnode的 它全给你trace回来 对 老日子全能给你打出来 对 当时这个我们在小米的时候也用了 它能确实能打出来一些 你能看哪的耗时比较长 对 但后来就是说这项目 Claudera也不维护了 对 然后tracing相关的这些代码 基本上后来也都没什么维护 也都没法用了 后来就直接删掉了 因为它还有一大堆什么 因为项目你都知道 它长时间肯定有安全漏洞 对吧 有安全漏洞之后 你这个所有人都会让你修 对吧 这个没办法 最后就直接删掉了 对 我们还搞了一个空的一个实现 其实啥都没有 对吧 因为你都删掉之后 代码可能编不过了 对 但是你又不能让它再依赖那些 有安全漏洞的库 对吧 所以这个也没办法 对 后来就在想说 新的我们应该用啥 对吧 在最开始有open tracing 对 其实最出名的一开始 应该是这个 但还有一个 有一些大公共的支持的 叫open census 对这个东西 对 当时设计也在吵着 到底用哪个 对吧 而且你也得看 Hadoop到底用哪个 对吧 但最终的话 反正就是后来 这俩项目合了 在CNCF里面 就打了半天 最后大家算了 直接合成一个算了 就别吵了 最后就open tlimentary 就是这么出来的 对 就是说open tlimentary 这些东西 它更多的是一个标准 对 它不是一个 不是说绑死了一个实现 对 它后端 就是tracing的一套标准 你在代码里面 做什么加annotation 加各种各样东西 最终它是说 它的后端 是可以绑在各种各样的 就原来 像什么Jager Skywalking 应该它现在也都支持 对 后端都可以往上传 对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 就是开源项目里面 比较喜欢的 对 因为实际上 比如你说 你的公司 你本身已经 把你的tracing的系统 比如放在Skywalking上 对吧 我搞了一个 不是Skywalking的东西 你就很难用 我这个接不上 对 但我问tlimentary的好处 就是说 我反正这是个标准 对吧 你后面爱接啥 接啥 对吧 一般这种东西 对于一些开源的项目 你想让很多人来用的 都是比较合适的 对 这个就是说 当时 其实tracing本身 没啥特殊的 主要还是说 你到底选哪条路径 去实现 对吧 比较常见的 它是做插桩 对 这个在Java里面 比较常见 就是加一个 启动的时候 那个agent 启动的时候 他可以把Bitcode传给你 然后在里面改就好了 对 你像Skywalking 和探执 之类的 其实都是这么实现的 对 好处就是说 在你不需要改 你本身项目的代码 对吧 而且理论上说 就是你可以针对 你不管是啥版本的 HVS你都能写 对吧 你识别一下 它是哪个版本 你在上面改 它的那个字节码就行了 你把你需要插桩 需要改的那些 tracing的code插进去就行 对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 按照我们社区的人力 基本上搞不定 因为版本太多了 对 而且HVS那边 其实Client的代码 还是更新的 比较频繁的 对吧 特别你很多时候 不光Client的Server 的代码 它都要trace 这个代码结构改的更大 对 它只是上面接口 实际上 底下实现可能差距巨大 这种东西 我想让插桩上面 把所有版本都支持了 这个几乎不可能 而且指不定 我哪天偷摸改一下代码 那个插桩的代码就贵了 对 就这样的话 就没法用了 而且这种插桩出来的问题 是说你基本上 没法调试 比如你搞个内存泄漏出来 可能一半天 也看不出来 咋回事 对 然后呢 还有一种办法 是用annotation 对 就它支持你 就加一个什么trace之类的 它自动就给你 把那个方法 就前后 它自动给你插一点代码 就加载的时候 对 帮你做trace 对吧 这个就是说 在码上不用改太多 反正加那个annotation嘛 对 但这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很不灵活 对吧 比如我HBase这边 我trace一个table上面的 一个方法 我肯定是 我想把什么table名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加进去 对吧 但你用annotation 肯定做不到 对 而且这个就反正 它缺点跟上面这个比 主要是说 你只有我加了annotation 你才能tracing 我不会在所有版本上加 我肯定只在新的上面加 对吧 所以老版本就没用了 对 最后就是说 用API你自己去写 对吧 API自己去写 就是说 你反正你想加什么东西 加什么东西 你想改成什么样 改成什么样 那问题就是说 在HBase这边 你得自己写一大堆代码 专门做trace的支持 而且确实它跟 那个插桩的比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只有新版本才有 对 不过这个反正最后 社区里面商量了半天 还是用API来写吧 对 因为 总归来说 还是希望能带比较多的东西 而且只有新版本支持 就支持吧 对 这个也 反正我算新fature 对吧 因为老的是在加不上 这个 反正看学社区 没人骂我什么 反正我有了就行 对吧 对 反正最后就是说 在这个 这个艺术是我搞的 对 写完了 对 当时很早写完了之后 后来发现这个 tracing它还是有标准的 对 当时我 当时我们开始做的时候 OpenTalimation还比较早 对 当时我为了跟上它那个 它当时还零点几的版本 0.8 0.9 每次它更新一个版本 我得改一大堆代码 因为它代码还不是很稳定 对 后来出了1.0之后 它也出了一些标准 就有一些什么 Semantic Conventions 对吧 就是说你tracing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命名 你那个 就那个span 它一般叫 你那个名字应该怎么叫 对吧 你相关的 要带的那些东西 比如那个什么 就peer啊host啊之类的这些 它都是有命名规范的 对吧 你都有命名规范之后 相关的那些tracing的系统 就比较容易识别出来 你这是啥 然后相关的功能就都有了 那当时我一开始写的时候 肯定是没管的 对 所以后面社区里面 又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艺术 把我之前写的那个代码 主要是名字啊之类的 这些都统一了一遍 按照这个标准来 对 然后反正在2.5.0年 已经release了 对 现在的话就是说 你启动的时候 是可以加tracing的 到时候就能各种发 你也都能看到 当然这个问题就是说 Hadoop那边 它说也要支持 但吵到现在它也没支持 对 这个吵了半天也没写进去 对 所以就是说现在 能开tracing 但是就trace不到 datanode那边了 trace不到Hadoop那边 你只能在HBit这边 自己看了 对 然后第二块就是说 TLS的支持 对 这个TLS 大家肯定知道 就是一些安全的需求 对 其实在国内好像还好 对 但是在海外的话 大家在这块吵得比较多 对 而且就我在神测 服务一些外企 你发现它也有这个要求 就是说内网的传输 也必须得HTTPS 对吧 你说我都内网了 我外面HTTPS Engines offload一下 进来不就完成了不行 内网也全要加密的 对 反正现在这个 就因为HTTPS 类似这种的 对 大家grpc默认 也是开加密的 对 所以这块的话 基本上在海外 这个已经比较常见了 就是说所有 即便内网的传输 它也要加密 对 所以这个 原来HTTPS里面 是支持的 也就是Hattop rpc上那套搞法 就Java里面 那个SSL那一套 对 但这个呢 也有人在社区里面 开一手 他就说 我握手的时候 是明文的 对 握手的时候是明文的 特别有的时候 我用token验证 来token直接明文来回传的 这个他看着 虽然你验证认证 说这东西 其实没用 没事 因为我里面 是有一些key 提前交换过的 对吧 你明文传也没事 但是他总归觉得不爽 对 所以就TRS 就是比较现代的 基于证书的一套 那套协议 对吧 这个大家是认的嘛 当然TRS 肯定在最一开始 也有明文的 对吧 你证书什么 这些肯定有明文的 对 但总归来说 这个算是一个 比较新的标准 对 大家就会觉得 它比较安全 对 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性能上面 SSL 这个设计的时间 非常非常早 Java里面也有年代了 对 这个基本上 它所有的什么 increption decryption 都是说你传个byte数字 传进去 就给你加密的 再突出了 对 这个性能 其实相当的差 对 TRS的话 这个你用90 90下面可以 接OpenSSL 对吧 这些其实 它就是完全 不需要往Java 堆上考的 它现在off 递一套就出去了 对 这个性能能高很多 对 这也是一个考虑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 90有现成的SSL Handle 对 把这个加进去就行了 就相当于原来本身 HBase就是 它的RPC 就是用90实现的 对 默认的那个 当然也有非90的 反正非90 你就上不了TRS了 对 就底下这种原来的 就非90的那一套RPC 然后 所有的类似证书啊 加密啊之类的 其实它本身都还好 但所有解决方案里面 最头衡的就是 你密码往哪儿存 对吧 这总是有 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密码 存储的地方 搞不定 这个相当于白搞 对吧 你比如说 好多人说 我加密码 密码写在配置文件里 明文放在那儿 你说那 这加密了个啥 对吧 上去不是一样 一样全丢了吗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还得设计一下 好多很多会有一套 就credential的 那一套存储的一些API 对吧 这个它是对接 其实还是对接操作系统的 对 它肯定对接操作系统 你只靠应用程序 它是搞不定的 对 它有 操作系统本身 有一套地方 说比如你进来之后 帮你 unlock 对吧 本来加密的存在哪 你上来是 你没有 不能按照我那个用户 标准登进来 你是拿不到的 这些密码 这些操作系统都会支持 对 然后呢 这个本身也有一些 就credential在zoockeeper 那个社区 他们也有些人 当时在zoockeeper 先加的 然后他们在 视频团长也想加 对 所以port了一些 zoockeeper那边的 一些代码过来 比如有一些什么 那个基于文件的证书 随时修改了 他们热加载 之类的 就那个 我也不知道咱念 这看起来也不是 美国人的名字 对 这应该 也不知道是美国人 对 反正这个 反正这个人是 credential一个se 对 就搞zoockeeper那边 他在hp的这边 也贡献了一些 对 然后这是2.6.0 会发出来 对 然后 但是目前发现 这个即便用了nit之后 这个 性能还是有影响的 就是之前 在以前不会 OM的一些场景 现在就回我崴目了 就发现是 加了tls之后 网组发的那个性能 明显 明显降了不少 对 后来目前分析到 其实 已经给nit社区提了个艺术了 对 其实就是说 它nit写SSR Handler的时候 它主要是针对 http2那个场景的 http2上面 它本身就把你 把包切得比较小了 对 它也就16k 它底下也是按照16k 去发的 没什么问题 但hbase这边 其实不是http的 我们有时候返回 有些大的时候 一个5兆的东西 就写出去了 它底下nit会 16k 弄一个 白的allocate出来 一个buffer 16k16k16k的allocate 你发现那个 就alloc和free的 那个开销巨大 对 这就导致它性能 一下比我原来 直接写5兆数据 慢了好多 对 这个反正也跟nit社区提了 对 这个反正也有一些办法 就是我们这边先 hbase这边 自己先根据nit 我发现堵的多了 我就不发了 对吧 实在不行太多了 我就给你管掉 现在至少我自己 先别崩了 nit那边的话 也跟他们提了 那边的那个人也说 这块应该是可以改的 其实就是说 我要写一个 一兆的数据 是吧 我可以弄一个 一兆的 我可以弄个 一兆多的buffer 然后我里面 16k16k的写 这一兆一机器写出去 不必要说 我必须得分配 一大堆小的 16k的buffer去写 对吧 这个反正也是能优化的 这个也提了 对 这个反正 OM这个搞定了 应该2.6.0 就没什么block的医术了 第三块就是一些 应援生方面的提升吧 对 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 做了一个叫 stall file tracker的东西 对 这个主要就是一个 抽象的层 就是说 我怎么track HPS里面那些stall file 对 这个主要的问题 是在于说 最一开始 就现在叫default 那个stall file tracker 其实原来没这东西的时候 HPS永远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每次 加载一个region 我要看底下有什么文件的时候 我去文件系统上扫一遍 对吧 然后load上来 但现在应援生 大家都说数据 要往那个定项层层上放 类似S3这种 但S3的list 其实很慢 对 如果你所有的 加载的时候 都在list上面的话 特别是他 要做一些什么 别的操作的时候 比如我 我写一个 我要flush 一个东西下去 对吧 出来之后 他在下台地 都list一遍 这个性能很差 对 这块呢 反正 这一直是个问题吧 对 然后后来就想到说 可以抽象这么一层出来 就默认的行为 还是跟原来一样listing 但是说 我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嘛 就后来看到iceberg iceberg的办法就是说 我反正他也能支持 对象存储嘛 他就是说 我写一个mata文件 里面check说 我现在有哪些文件 我这么murder on read murder on write 反正那些办法 其实就是说 我把那mata 我写个新文件上了 mata文件更新一下 对吧 里面记上新的文件 你再读的时候 就能读到新文件 对 spaceberg可以用一样的技术 对 反正这个有一个trick吧 就是说 尽量减少说 他要list的那个情况 就是说 我写两文件嘛 提前命名好 俩文件 对吧 我加载的时候 我俩文件都加载 对吧 然后比一下 里面有个时间 出了哪个新 我就用哪个 对吧 写的时候反正就是 我这次写这个 下次写那个 对吧 写完了之后 之前那个删掉 删不掉也没事 反正两个都有的话 就读 坏了的那个就不要 都能读出来 就要时间出大的那个 这样也能尽量避免 说他那个listing 对 最后说就是尽量避免 就是说差不多能避免 对 最终还是有一个问题 不能避免 还是说 其实就得考虑说 它是recovery的情况 这个region可能 这个region server挂了 它会被另一个region server 接管 对吧 这个region 在这中间的话 你还是得加个time stamp 表示说 你得依赖更新的 这个版本的文件 你不能用老的 对 这个有感兴趣的 可以仔细去看一下里面 代码注释也写了 为啥得这样 对 因为 这就比较常见的 就是要加fancing 就是说 你认为这个region server 死了 它不见得真的死了 有可能它一个长计 所以回来之后 它也要再干点活 对吧 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新 旧的region server 新的region server 写的还是同样那俩文件 可能就给你写坏了 对 所以它办法只能是说 我新的region server 必须得再开两个新的文件 后面直接先说变大 所以每次region server 启动的时候 它总还是得扫一下 对 但这个至少把扫描 就集中在最开始 启动了一下了 不会什么时候都要扫 对 这个就是2.0.0 会release出来 就跟前面TLS是一样的 对 反正也有一些 提升的点吧 对 第一个这个就是说 layout的improvements 这个是 CLSFox一个人提的 对 其实就是说 你到了那个 对象存储上之后 你不需要有什么 目录结构了 对吧 你在HDFI的下面 你是有目录结构的 因为你需要去 listing一层一层的 反正在OSF上 你都是一个文件记者了 你何苦非要 还要搞这么复杂 这种layout 对 而且他还提到了一点 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 对 就是在云上的坑 就是说S3是怎么限速的 他会 他也会限你扫描的QPS 他限的时候 是按照前缀来的 就同一个前缀下面的 他会共享一个池子 所以你像HBase 他那个默认 就全在HBase下面 对吧 先最顶上一个HBase 然后底下 比较一堆 你就发现 所有的都共享那一个 对 你发现性能有很粗 它给你限的很低 对 你能散开的话 你发现你的QPS 就能上去 对 这个我不知道在文档里 有没有写 对 但他反正 他说是这样的 这反正就是云上面 会有一些神奇的 一些地方 他会给你做限制 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 对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 在Split和Merge的时候 对 这个还是按照 原来的办法 HBase的Split和Merge的时候 其实 在新的版本里面 他是说我都放到 我先把Jregion close了 对 放下来 然后我会扫它 在Master里面扫它所有的Split file 然后我在新的上面 建一大堆Split file 然后那个Split file的名字 就是说我引用的是 另一个Split file 是引用它上一半 还是下一半 对 其实这么做的 按照原来的实现 就发现很头疼 就是每次我创建 这么一个Ref的Split file 我要去写一个文件 然后就要 就要Commit一个File 对吧 这个你发现 就OSI虽然说 我list了 但是它 它写文件的速度也不快 GHFSJ的比它还是慢 对 而且现在同种点 说我写这么一个文件 我这个文件还得写一下 你就发现 那个Merge的速度 一下变慢了 就Split Merge的速度 变慢好多 对 这种就是说 其实没有必要 对 至少说 不破坏说 它必须得写两文件 这个至少说 我可以先把上面文件 都写完 一次性更新一下 这个文件 我就不要每次都更新 对吧 甚至你考虑到更新的场景 就是说 我压根就不需要 写那个Ref的File 反正我这已经有一个 一个总的 一个Ref的File了 我直接更新这文件就完了 对吧 这都是后面 可以再继续优化的点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没有什么 Persistent的Data 就持久化的数据 ZK反正在Space里面 反正用的也比较多吧 对 但一直以来 其实最开始 在设计的时候 就想过说 不能在ZK上 放持久化的东西 都是临时的东西 但它只会写着写着就忘了 对 因为这东西还是比较好用的 大家什么东西都会往上放 对 比如有一个现在就是说 Mata的 就那个HPS里面 有个Mata region 就是说记录 其他region在什么位置的 对 这个 它的location就放在ZK上 这东西不能丢的 丢了之后 你得想办法修 对 你丢了之后 这集训肯定就起不来了 对 你得想办法 把这文件再写回去 对 反正就是说 之前 在HPS里面 我们为了存一些 就我们 弄了个procedure的一个框架 为了存它的日志 对吧 就相当于 它的修改的记录日志 我们搞了一个在master 内部的一个region 对 就可以利用这东西 然后直接 直接把那Mata的 那个位置 放到这个region里就好了 对 但有一点就是说 即便放过来之后 我还是提防 ZK上再放一份 对吧 当然这个丢了也没事 我丢了之后 我再给你放一份就行 启动的时候 我再给你送一份就行了 对 这个主要就是说 很多client 它的那个服务发现 它是靠ZK来的 对 它是总永远回ZK上去取 说你的Mata原证在哪 对吧 这个我不能改了之后 client那边没更新代码 直接就挂了 这个肯定受不了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HBS还支持 什么Mata replica 对 就是说 其实就是region replica 就是说一个region 可以有好几个副本 这样来增强读的性能 对吧 那这些 这些replica的位置 它也得写 对吧 那怎么办 就是说 反正我HBS本身 模型很灵活 对吧 我反正就用不同的 callifier来存就好了 对 你主region是一个callifier 其他的那些replica 用一个新的callifier 你也在一行里 对吧 然后就是说 启动的时候 需要做自动的 这个migration 对 就是说 我得把Mata的那个 我得知道说 我启动的时候 这问题主要在于说 我得知道 我签完没有 对吧 我已经签过了 就不能再签了 我签完之后 你就得以这个 master这个region里面的 数据为准了 你不能以ZK的数据为准了 对 这其实主要就是 migration 主要就是解决说 我知道它签没签完的 这个问题 对 这个好处就是说 反正我上面 是用不同的callifier的 这个的话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记录 都是在一行里的 对 所以HPS 它还是单行的 那个事务 还是能保证的 所以这就比较好 反正我写一次 往里写就完了 我就写一行 下次启动的时候 我看一眼 如果那行有数据 我就知道签完了 如果没有 我就知道没签 我说就可以让它签一遍 对 这在2.5.0里已经有了 对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flag吧 其实就是当时大家都都不太在意的时候 就放了好多 比如说是不是Split允许啊 就这些flag 就某个功能是不是打开的 是吧 这些 然后也都放进来 也都放到这同样的一个 反正就master那边嘛 平时你也用不要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 就除了前面这些 其实HPS有很大一个功能 是replication 对 replication这个的数据 之前也全都是放在ZuKeeper上的 对 就包括它的一些 其实replicationQ 就是说我要replicate哪些 我底下那个日志文件 对 这个我也是存在ZK上的 对 这个其实很早就有人提过 对 因为这个东西对ZK的压力还是挺大 特别集群大了之后 那日志文件特别多 对ZuKeeper集群的压力还挺大的 很早就有人提过 说是我们能不能搞 然后专门抽象出来了 replicationQ的这个interface 还有replicationPier interface 然后做了一半没做下去 对 当时就发现有一个 就是你想把它签到 当时大家的想法都是说 这个Pier另说 反正比较少 但是Q这个太大了 感觉还是说 找一个HPS表存比较合适 但你这么一搞 你就发现 其实是有一个圈的 一个循环的依赖的 就是说 在建好那个 WriteAdlog之前 对吧 因为我是需要记说 哪些文件是要往处replication的 对吧 这种你开始真的写之前 我必须得先把replication 那个C Team建好 然后你可以往里写 对吧 不然我可能会丢 对吧 你起了之后 我才开始记的话 你可能就会丢 但是 如果你的replication的 记得依赖HPS HPS的是一个表 HPS写一个表 写它肯定要写 WriteAdlog 对吧 你反正就思索了 你搞readAdlog之前 你得先把replication的 系统都建好 对吧 但是你要 往replication系统里面写 你又要依赖 最终那个table 最后又依赖回来了 对吧 当时就发现 这个问题之后 就好长时间都没法解 对 反正最后的想法 就是说 肯定你存table 还是要存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 我先建起来 但是 你readAdlog没好之前 你别忘了写就完了 对 反正这有几点 就是说 一个是说 所有的readAdlog 你是可以list出来的 而且本身readAdlog文件 上面是有时间出了 那顺序也是能排好的 对 所以你先replication 哪个 后replication哪个 其实你list一下就知道了 对 你只需要记录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replication到哪了 并不是所有的文件 都得记 对吧 你即便你这个文件没记 你反正最终有个offset 你就知道 前面那些不要了 后面那些还要 对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说 你每开一个 新的readAdlog文件 我必须在那写一下 对吧 你真的开始replication之后 你replication出去一写 我来记offset就好了 对 所以这就是这个想法 就是说实际上 我可以把这个replication 开始记录那个时间 往后拖 这样的话 就能把这个 循环一来解开 对 当然你这么搞了之后的话 就原来很多 实现很简单的地方 你发现都变得特别复杂 对 就是说HPS里面 它replication有一个 claimq的一个操作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 每个rendserver 它会负责replication 自己的日志 对吧 但这个rendserver挂了 它的日志还没弄完 怎么办 就另一个rendserver起来 要把它的q接过来 它叫claim过来 然后它开始继续网速搞 对吧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可能 我开始真的replication之后 我还会写这个offset 我才知道有这个q 对吧 那现在的情况下 它刚起来啥也没干 它写了点数据 还没有replication 不要急挂了 对吧 那我起来之后怎么办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那我得把这些先 我在claim之前 我得先补上去 就marsen这边 我会先看一下 有哪些peer 你有一些replicationpeer 这个replicationserver 应该都是有的 那我把这些q先 都给它建好 offside填一个 填一个默认的值 对吧 这就得搞 然后replicationlog的cleaner 也有一点就是说 replicationlogcleaner 就是说我得知道 因为我一直不能 对这一直不删嘛 对吧 但看了replication之后 我得知道说 你这文件犯案没有 没犯案我也不能删 删了这不就丢了嘛 原来反正我所有文件都记着 我看它有我就不删 没有我就删 但现在情况 我只有offside了 对吧 而且还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对吧 这样的话 它这也一样 我也得 像cleaner的时候 我也得先 想办法把那些缺了的 这些什么 带的这些先补上 不然可能我就删错了 对吧 这一切地做fancing了 就是说 你比如我上面 在cleaner queue replicationlog 我在补那个replication queue的时候 你底下又在加 或者在删 对吧 这就又搞不清楚了 所以就没办法 就是说 我开始做这个的时候 你不能改 对吧 就这些也都得加上 对吧 这就是说 反正就是说 没有免费的午餐 就是说 你上面的pass里面 你变简单了 原来是必须地 所有东西都搞好 你才能搞 也影响性能 对吧 现在上面简单了 但最后发现 所有后台的这些任务 就全变得巨复杂物 对 这个就没办法 就看你要保哪边 原来的方法 就是说实现起来 看起来很简单 但你发现 就是必须地依赖一个 外部的存储 依赖自己 就循环依赖就挂了 现在是把这个解了 但你发现 就自己的系统 一些后台的操作 就变得巨复杂物比 对 所以这个是在 3.0里才有的 在2.2上面 估计改不出来 这个改动比较大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那个peer的存储 对 前面也说了 peer的存储 就相对简单一些 对 因为它的数据比较小 对 但其实也跟前面一样了 就是说 如果你要存到 HP的table里面的话 对 就是说反正它比较小嘛 这个我就算了 我就不搞这么复杂了 随便找个点 c一下就行了 它没多大 对 反正有一种 就前面不是有一些 lookkeeper上下来的 都存到那个master的 本身的region里面了 对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直接在 文件系统上存 对 但这个东西 跟前面那些flag 之类不一样的地方 是说region server 也要读这些信息 对 因为它也要读 region server启动了 它也得知道说 有哪些peer 然后它决定 怎么做的application 对 就是说如果我把它存在 master local region里面 就master那个region的话 我还得给master 加些rpg方法 对吧 让那些region server 过来连我 对吧 而且这又引一个依赖 就是说 因为replication系统 region server启动的时候 对吧 它得搞 所以它又依赖 启动的时候 依赖master必须得好着了 对 所以反正在文件系统上存 就也足够简单 反正这东西性能 也要求没那么高 就启动的时候读一下 平时更新一下 对 就每个pro 我写个文件就行了 你更新的时候 我把那文件改一下 跟前面那个sft 就那个stuff file tracker 差不多 其实这俩文件来会写 对 用的技术也是一样 对 这个也是3.0里面会发 对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应该claudera的人 他们当时在室里面说 就是 他们有一些客户的想法 就是说 想把这个机群 重新deploy一遍 对吧 他们常见的就是说 底下是用对象存储存的 主要的文件的 对象存储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htfs 还有一个htfs存 readheadlog的 对 然后他们想 ready deploy一遍 就是什么 所有的我deploy service 全干掉 我重新搞一遍 想法的好处就是说 我反正把数据 全辅拉式出去 对吧 所有的readheadlog 也没有了 就应该所有数据 都在那个htfs 就在底下 那个对象存储上了 对吧 这个时候 我应该换一个 换一个机群 我重新拉起来 把那个root dr 指到对象存储上的位置 应该就能行吧 对 之前不是一些ZK上存的 那个position data 我也都挪下来了吗 对吧 对 但是 启动的时候 反正就拉不起来 对 这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HV在启动的时候 它需要扫一遍 readheadlog 那个dirigature 去看一下 之前我有哪些 活着的region server 它需要这个信息 扫一遍 然后它再去skydew 说哪个region server 挂了 我要处理这个 它挂掉的这个情况 对 这为啥要这么搞 其实说也是为了代码看起来 简单一点 就是也是减少那种 循环的依赖 对 那个ICP 就是server crash procedure 对吧 就是说我得 每个region server dunk了 我都得搞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把它的 所有该处理的东西 都处理好 对吧 就是说我怎么skydew 这东西 就是我找一下 我比一下 现在活着的 和你原来所有的 应该活着的 比一下 看差哪些 我就知道哪些 应该是skydew 这东西了 对吧 就是说 怎么找到这个 原来的所有的 region server list呢 对吧 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高法 就是说扫一下 那个retilog directory 反正认server起来 它总会在底下 建个目录 对吧 如果你不要这东西的话 按照其实 big tickle标准论文里面 它会扫一遍mata 你反正扫一遍mata 你大概是知道的 当然mata 它是存在zk 这些地方 你可以扫那边 你用这个 是有办法解决的 但你发现比较头疼的 就是说mata 认识不是online 你也得靠 schedule这个 server crash procedure 对 就反正你不扫 这个目录的话 就是说你也能写出来 但你发现代码 就比较难受 对吧 你总体很小心地处理 那个循环依赖的问题 不然可能就卡那儿 动不了 对吧 反正最后解决办法 还是啥呢 反正我这有个 master local region 这东西反正我一起来 它自己就 它肯定就online了 它也不需要传什么的 对吧 我就在那里面 存一个region server list 就完了 其实相当于 你不用扫那个director了 你直接扫这个 master local region 那个family就完了 对吧 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flash所有数据的时候 master local region也flash了 不然就丢一些 对 当然这个你正常 只要你急需正常杀的档 它肯定会flash的 所以也还好 对 反正做了这个之后 应该就可以在云上 反正你想重新deploy一遍 也比较容易了 你就保证 所有东西都flash出去 你再起一个新的 就把那个 RootDL指到这儿来 应该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还有一些 Cubernetes deployment的支持 对 反正这个 所有的地方 所有特别海外 现在他们基本上 就那些大公司 内部 他们布的时候 都没有物理机了 对 全是说在 KPS上布 对 这个反正在社税里面 也有讨论 最后就是一个苹果的 说他们已经在 他们内部已经都是在用了 对 就是他在 他现在还在往回贡献 对 这块我倒没有看太多 对 反正他已经开了 一个新的一个仓库了 对 其实主要就是说 一堆image 目前的话 他还是很难说 我直接就布一个HBase自己 他肯定先布一个Zootkeeper 再布一个HTFS 再布一个HBase 对 所以他当然吵得比较多 就是说 有些不要性能的话 他就说我分层布就完了 对 有些要性能的是说 他还要搞什么 operator之类的 什么statable set 之类的 他说HTFS的 Dent node和HBase 必须放在一个机器上 我还要开短路读 对吧 这样性能才好 对吧 但有些人就说 没事 反正我这主要测试的 我也不需要啥locality 我就一层一层搭上去就完了 对吧 这样的话 我连operator都不用 对 所以这边反正就是说 相对来说 目前Apple的那个搞法 他应该也是说 没有什么locality 就是因为没有operator 就是好几层 Emitage 然后写个YAML 然后你很快的能打数了 对 第四块 就是其他的一些改进吧 对 一个就是log复制1 到log复制2 前面那个会上 上午大家也说了嘛 log复制1的那个 还有log复制2 那个反正比较大的 几个安全漏洞 把大家折腾的 还是挺严重的 对 当然其实社区也吵过 说用logback 还是log复制2 对吧 最后大家还是觉得说 虽然log复制2 当时说 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吧 但好歹这社区 还比较活跃 还是有人改的 对吧 你不能说 它出了一个大漏洞 这个后面就一直有漏洞 你也得看它怎么修 对吧 反面教材 叫Fast Jason 对吧 而且Java的都知道 Fast Jason 反正各几个季度出一个 那个就是 它修的方法不对 不停地加黑名单 log复制2 当时修那个 它那个方法 还是对路的 对 所以说那社区的人 还是懂的 对 反正log复制1 肯定是 它也有一些漏洞了 对 这个你 肯定是不能再用了 对 有一个方法 是签到reload的复制上 反正在HPCR.4上面 也是就 因为它不能再大改了 它就签到reload的复制了 对 只是说把CVE 就那些 就那些漏洞改了 对 但这个project本身 也没啥活跃度了 对 后面还是最终 社区吵了一下 还是说决定 签到log复制2吧 对 比如Zoockeeper 签到logback了 Hadoop就一直动不了 反正现在有人也在贡献 想办法搞到log复制2 反正比较费劲吧 对 那个社区弄起来 也比较 主要Hadoop项目 也比较大 对 就这挑战是啥 有一些是说 它直接依赖了log复制1 按理说 这种开源的项目 它正常的 特别是 特别是一些 给你发出去的酷 它只应该 只应该依赖srf4g 它不能绑死 你用的那个 你用的日制酷 对 因为有可能 你最终你 你并不想用log复制1 你可能用logback 或者用log复制2 之类的 我不应该给你绑死 对 但是有的时候 大家写的时候 也不注意 对吧 这个代码里面 就加上了 对 所以这种就是说 我们改了一个 加了一个 database login的module 对吧 这个里面 我可以 我可以依赖log4j 对吧 就在其他的 所有的module里面 都把log4j的impulsor 半掉 和manmanimpulsor 对吧 你就不许依赖 你只允许依赖这里的 对 然后就是说 一大堆log4j的 那个配置文件 对吧 就就每个地方 它写测试啊 它要用 它就加一个 最终也是说 把这个文件 都放到一起 都放到那个module下面去 对吧 先做好准备 对吧 这样你至少都集中了之后 我后面可以一把 把这几个换成log4j就行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log4j 反正为啥 很多人签log4j1 到log4j2 签不过去 就是它改动确实 还是比较大的 对 这基本上就是两个项目 对 有一个点就是说 它rootlog和level 在log4j1的时候 它直接rootlog 等于前面是级别 后面是要输出的 那个target 可以这么写 log4j2是不支持的 对 反正当时我来 Vis里面 随便搞了一个方法 糊弄过去了 对 后来hatup 我实在搞不定了 我就去log4j 让他问了一下 说你能不能把这夹回来 对吧 反正那个人 他们商量半天说 还是给夹回来 对 反正把这个语法 夹回来了之后 后面大家前一句方便多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hatup一直在log4j1上 它上不来 对吧 就是说我在跑UT的时候 我依赖什么mini cluster之类 它里面也有一些写死了 就log4j1依赖 对吧 所以这个我也没办法 最终其实它还是依赖了的 对吧 但是就是说 我只在跑UT的时候 用我最终发的那个 release里面 我会把log4j1干掉 反正你 我发2j的release 那bander里面 你又不需要跑UT 对吧 这个我在这里面 把log4j1干掉 对吧 就hatup那边 其实有一个 我在上面也改了一些 然后现在有一个印度人 也在改 反正就现在还在折腾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完全搞定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比较新的一个 region replication的free mode 前面也讲了嘛 就当时讲 Mata replica 对 就什么是region replication 就是hbase 10070里面 加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我怎么增强 hbase读的这个vability 因为hbase 大家知道 就大概了解 就知道 它一个region 只能在一个region server上服务 所以这个region server 一旦档了之后 你比较快的 也得10秒 慢的话可能 半分钟到一分钟 这个region肯定是读不了了 因为它要跑去coverage 它没有别的release 对 所以当时就专门 加了这么一个 就是说 我可以有一些 一个region 有一个主的 对吧 它的数据是最准的 剩下还要放了几个replica 对吧 这个replica 也是可以读的 对吧 但是它的数据 可能比主的差一点 所以它叫什么 timeline consultant read 对 就是说 hbase为什么能这么加 它比较的好处 就是说 反正底下 我所有的file 都whdfs上面 region server看到 都一样 对吧 所以我在其他地方 开一个 我只读一只file的话 也能读到的 对吧 但这个情况就是说 如果我老不flush的话 那数据可能会差很远 那差很远怎么办 对吧 我把 写到这个region上面 那个数据也往处发一份 把所有replica也发一份 你发现没有 这个就跟replica很像 其实就是把我的修改 往了一个地方发 对吧 所以它叫region replication 对吧 就hbase后面 在这个region replication 阶段二就是说 把replica的支持加上去 对吧 就我不只是读一只file 我也会把实时的一些 更新发过去 对 然后18070 又把mataregion的 这个底下也会说 为啥 要mataregion单独处理 对吧 这就是因为 它是基于replica 那套framework的 就是说我mataregion 我不学replica 对吧 我肯定不会把这个 基础上面的原数据 往另一个基础上面存 对吧 我只是数据往过传 对 而性replica 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得写到底下 那文件里面的书 我才能往处发 对吧 但是它有的时候 为了性能 有一些表 它是不写replica的log 它就加了个speaker word 这种标记的写进来 我不会写这儿 它是log的 这种replica就废了 因为我底下的文件里 都没有 对吧 而且 即便我没开replica 这也会增加 我底下HTFR的负载 因为所有replica 它读那个 正在开着的文件 怎么办 它只能是说 我不停的tale HTFR的tale怎么办 每次不停的 从一开一遍 再读一下 开一遍再读一下 对吧 这个对磁盘啊 对NameNote的压力 都是不小的 对 然后后面就想说 是不是replica 还是真的需要 跟普通的replica 一样的处理 对吧 因为你普通replica 是没办法的 你绝对不能丢 所有的日志文件 你必须一条不落地 发出去 这样才能保证 对面不丢 对 但是日志replica 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底下 HTFS是一样的 我即便 现在数据不一致 对吧 我少发了几条 我只要flush一下 你把内存里扔了就行 你直接读 无那个文件系统上就行 这个不一致就修复了 对吧 所以其实 根本就不需要 跟原来replica 一样 那么强的那种 accounting的方式 对 反正就是 我就直接RPC 我这边收到RPC 给你发现 你爱收集的时候 收不着就算了 对吧 反正你真的 真的差远了 我就flush一下就好了 对 所以就是说 如果这样来搞的话 我也不需要依赖 也不需要去底下 再读 再再log了 对吧 即便你用类似 SqpWord 反正至少我能收到 我能收到 我就能给你转发出去 对吧 这就是最基本的 一个思路 对 这个思路就是这样的 反正最后实现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 按照这样来的 一些trick的地方 就是说 MVCC 对那个地方 因为它trick的地方 在于是 我知道什么时候 我可以往处发 对吧 你肯定不能一收到 我能处发 万一我这边挂了 我给你发出去 那边两边就又不一样了 我肯定你这边好了 我才能给你发 对吧 就HPS 什么时候是判定说 我这个可以往处发了呢 就是 就MVCC 就是MVersion Concursion Control 就这个 这个大家应该 对存储领域熟悉的 应该也都知道 其实就是MVCC 推到你这个 安全地方的 说明你这个 已经写完成了 这个时候 就可以往处发了 对 然后呢 对面也实现了 一个新的方法 来接这种IDs 对 因为它跟replication 相比还是简单不少的 对 所以也不需要 像原来那么复杂的逻辑 对 但是这块的话 一样 就HPS 这个反正有历史的 也是有历史包覆的嘛 对 所以你做所有新的Facial 你要把原来的东西 功能改 你总要考虑一点 就是说我咋 Rolling Upgrade 对吧 反正最糊的就是 我全杀的当 一起拉起来 对吧 但这样的话 社区里面 大家肯定不愿意嘛 它也希望你能滚动的 从起上来 对 一个是说 把原来老的那个 专门用来做 region application 那个peer 对吧 更新的时候先干掉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region server上 加了个新方法 对吧 我Rolling Upgrade的时候 有可能有的region server 是有这个方法 有的region server 老它没有 这种就是说 我探测一下 发现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就用你老的那个方法 虽然差一点 但是也还行 对 而且总归来说呢 就是反正最后 大不了我全flash一遍 这些都一致了 对吧 所以中间 稍微有点不一致的 也还好 对吧 这个大家也都能接受 对 这也是3.0.0里面 和release 现在在alpha3里面 已经有了 还有就Ozone 对吧 就Hbase 在Ozone上面跑 这个反正 Claudia一直在搞这项目 这个我也不好评价 反正我总感觉 这个项目有点奇怪 对 反正后面看讲Ozone的同学 他们怎么定义 它这个项目吧 对 就是说Hfile本身 已经可以存在Ozone上了 你就把它当 反正它只是Hadoop file 所以就停 我对象存在能存 它肯定也能存 一样的 对 但有一个挑战 是readed log 存不了 对 所以Ozone的那一帮人 他们现在开始搞这个 对 就是说 怎么让Hbase的readed log 也可以写到Ozone上 对 这一个是说 底加Hflash Hsync这个支持 就是说我底Hflash一下 我文件不用关 那数据也可见了 对 这是写日志系统 必须要这个的 我不能写出去 我Flash完了 我这个我挂了 这个数据丢了 这就白写了 对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地方 就是一些特殊的Hadoop Hadoop HFx 还支持的一些操作 比如什么Troncate 什么Sight Story Policy 这些没用的 我就干掉 对吧 这些反正那边 考了代表的同学还在改 对 然后最后就讲讲说 未来的规划吧 对 反正未来的规划 就是说还是想 把云原生这个方案靠 对 Hbase它好处就是说 它天生就是 存储和计算分离的一个结构 它就是 它就是sharevasing 就那个最底下 所有的 就HFx上面 所有的数据 上面region server 都是可见的 region server那一层 是完全没状态 对状态 悬在下面的 分布转件系统上 对 所以说这个 用来做云原生 其实是很合适的 对 就是我都用云上的东西 我不需要查本地的存储 对 什么叫纯的呢 就是说 我除了Hbase 其他东西 我啥也不布 我只有一个Hbase 往云上一布 依赖云上的系统师 我就能跑去了 对 但现在就是说 我还是在布一个 bookeeper 也在布一个HTFS 对 当然上边说的那个 就是说 我可以往Kxs 之类的那些 我甚至不需要 挂本地盘 对吧 当然你说 我在上面啥也不用 我就弄一个虚拟机 那那个没有意义 对吧 对 反正就是说 条件最大的 其实就是RateAdlog 对 当前的话就是说 只能用HTFS 因为它必须有Hflush Hsync的支持 我才能写 不然是写不了的 对 就是说 目前只有HTFS 当然有可能欧总 他们在加嘛 加上了之后 当然也就这俩 对吧 这就是说 我需要一些新的 ReaderRider的实现 对吧 比如我现在其实绑死的 就是Hadoop 是因为我用的是Path 对吧 我是不是后面 可以把这些东西 记录里面变成URI 就不要让它用Path 还有一些 就是说 我一些Fancing怎么做 现在在HTFS上 就是说 我RigionServer挂了 对吧 我把它的那个目录 Rename一下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你在起来之后 反正那目录没了 你想写 你也写不出去了 这就Fancing就成功了 如果换一个系统的话 我怎么做到类似的情况 让RigionServer 我认为它挂了 它就必须得挂 它就不能再往里写数据了 对 这个换新的系统 我也得再想一想 对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 你是说 我是自己搞一个 Logging Service 对吧 还是说 我用那个 外部的一个 存储系统来存 对吧 这些反正 社区也有讨论过很多 对 但这个最终 反正也没完全确定吧 对 这个后面 还是得一步一步探索 对 还有一个就是 Replication 你也得考虑 现在Replication 也是基于文件的一套 来搞的 对 然后ZooKeeper的话 这边怎么办 就是说 你这反正 现在也没什么 持久化的数据了 对 所以其实也还好 大不了 大不了 你这反正扔了 也就扔了 对吧 也没啥问题 对 当然目前还有一个 逃不掉ZooKeeper 就是说 我抵用WATER 对吧 WATER这个肯定是ZooKeeper 才有的 或者ETCD可能也有 对 但是如果 我能把这些都去掉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 存储 就可以 可以随便丢东西存储 那就简单了嘛 对吧 后面我就不用ZooKeeper 我用RDS都可以 对吧 我不需要WATER的话 对吧 这样在云上 也就不需要再布这东西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上云之后 服务发现怎么做 其实主要在 在HPET这边 就是我咋找到 MATA的那个地址 我只要能找到MATA 这个基本上 整个集训 我就都能访问了 对 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想做一些 Admin的那些操作的话 我得知道怎么找 那个Master的地址 对吧 反正HPET现在已经做了 现在就是那个 Connecting Registry 就是找这些东西的 那个东西是可查装的 你自己实现都可以 比如上KBIT的时候 是不是我直接搞个 Coop90 Service 那一条标准 搞一遍就完了 所以这块还好 对 所以最大的挑战 还是上一页说的 这个Retit Lock怎么办 对 这是接下来 肯定是需要 仔细去想 怎么办的地方 对 行 我今天就讲这些 好 谢谢大家 时间有点长